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开世界 我是明镜 就在台湾地震后的三天 也就是4月5日 有山友在嘉明湖拍下日运景象 只见天空飘着云层 在阳光折射下周围形成光圈 有如上帝的眼睛 而4月5日的日运色彩很漂亮 日运范围也比较大 吸引了不少路人停下来拍照 而就在4月5日同一天 香港的天空也出现异象 据知情网友在X平台上爆料 在今年全球唯一一次日全时发生之前 也就是在2024年4月5日下午5点55分 香港又突现异象 有网民录到一分钟的雪日影片 据曝光的影片显示 香港的天空出现一个罕见 而又奇异的雪红色太阳 针对这个异象有网民惊呼 哇 老天又要收人了吗 也有人猜测可能有大事出现 有网民就问 大事件或大灾难何时出现 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 红日雪月都是不寻常的天象异象 这可能预示要发生大事 对于红太阳这种异象 在李春风的以四瞻中有这样的记录 经访曰 日或黑或赤或黄 有军军破 无军丧猴亡 若人军不闻道德 其沉乱国背上则日赤 刘相 红瓣五行传约 汉成帝和平九年 正月二日昭 日出如雪无光 漏上四颗五颗 乃平有光 赵帝赤皇 时后乃富 事实成帝无道德 后宫肇事乱于内 外加王室善权 遂至国王也 若陈溺军法 日赤如火 其国遂以国王也 如果记录没有笔物的话呢 这里的穗字是指堕落 下沉 亡的意思 我们对照一下当今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和香港 这日赤所对应的朝野上下不正是这样一幅景象吗 古人的智慧今天的人未必都能看懂 就像法国先知诺查丹玛斯 早在四百年前就预言2024是个多灾之年 除了地震 他说2024还会发生大洪水 旱灾 溢灾和饥荒等五个大灾 大家看看 目前除旱灾和饥荒呢 其他三灾已经在中国发生了 4月7日 中共水利部发布紧急消息称 当日6时35分 北江干流石角水文站 流量涨至12000立方位每秒 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 北江发生2024年第一号洪水 同日广东省水文局清源水文分局通报称 石角水文站12000立方米每秒流量 刷新1980年4月创造的历史记录 当时最大流量为11800立方米每秒 截至7日8时 广东全省共有11个水文站超警戒 而在4月4日至5日 广东韶关 清源等多地遇强降雨 其中韶关各江河洪水风险升高 最高水位升幅3.96米 韶关多地还发生内涝 一处大桥的铁架被冲塌 多处道路被淹 有人被困车顶上 还有7人在扫墓期间被雷击受伤 4月4日 据当地市民拍摄的影片显示 在暴雨降下前夕 韶关城市上空乌云盖顶 整座城市一秒钟从白天变成黑夜 场景十分恐怖 随之而来的是大雨倾斜而下 中国大陆灾难不断 除了广东的强洪水还有地震 比如4月4日8时39分 青海海西州芒雅市发生5.5级地震 4月6日上午云南昭通市鲁垫县 曲径市惠泽地震 鲁垫县阵级打409级 4月7日16时46分 新疆阿克苏地区拜承县发生5.4级地震 4月8日4047分 新疆阿克苏地区拜承县发生5.1级地震 新冠疫情自2019年底在武汉爆发 中共一直在掩盖真相 近期中国也看不到任何有关疫情的报道 但民间不断爆料 中国疫情并未结束 来势依然凶猛 4月4日某医院的主任刘医生向大纪元爆料 新冠疫情从未远离 毒性未减弱甚至比以前更猛烈 而中共像疯了一样严控医生 销毁所有疫情资料 不准检测 不准承认新冠等 谁违抗就关精神病院 刘医生说我所在医院 入住量暴增 很多患者进医院后没有床位 都是先借药使用 入院后还药 从来没这么火过 有的医生都累得腰疼 想想啥概念 都是新冠患者 基本都是新冠加后遗症同时来了 大人小孩都有 比如心脏疼 胃肠炎 糖尿病 带状炮症 新感染的咳嗽 胸痛 嗓子刀片痛 后诊时那些患者不少是心脏疼 感觉胃难受 但实际都是心脏疼 说明他是右心衰竭 右心病毒性心肌炎 好像是胃疼似的 新冠病发症的那种 柳医生说 有迷糊犯晕的 趴在床上起不来的 一起来就摔跟头 胳膊都骨折了 有些膝盖疼痛 直不起腰 一直在走廊呻吟的 还有拉肚子 腹泻 腹痛 呕吐 很多患者就是在屋里呕吐的 拉肚子的 屋里吐一地的 有的晚上就死了 刘医生说 一般是晚上死了 就悄悄的抬走 往处抬人 四个人抬 一人一百块钱 都是半夜往后抬 白天不敢抬 症状跟疫情爆发时一样 在家基础病 都是熟套子了 对于所谓病毒毒性减弱了 刘医生认为 那是骗人的 只能是越来越重 越来越隐秘 比以前更猛烈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至于我们医院 以小孩为主 以四科为主 小孩死的就更多 有些患者来了十多天了 还没人住院 还没有电脑登记 连床都没有 那患者都要上附近的旅店 听护士说 上那地方去住 然后由医院的人看着 刘医生表示 我们这场疫情是属于寒失忆 就是与寒与湿有关系 怕凉 怕喝凉水 耗拉肚子 然后高烧 倒片嗓 这个寒失忆 它是新冠病毒造成 吃那个普通抗病毒药不好使 刘医生说 我认识的还有 昨天还好好的人呢 睡一酒觉 屋里兔里一地 第二天早上一看就走了 中共不许透露 大陆疫情的真实情况 刘医生表示 现在管得太严了 太不好整了 要是以前就不说别的 我可以把那录像传出去 但现在不行 太严了 刘医生说 对到医院来的病人 谁都不准做检查 不准给测阳不阳 把免费测阳 那个设备全都拿走了 医院里一点点 跟疫情有关系的都没有 刘医生说 其他医院情况不知道 我们医院已经开了 几次特别会议 由我们当地卫生局 常务副院长 局长亲自讲话 会议要求几点 第一不准提疫情 第二关于疫情资料的事情 一点不许再有 第三患者如果要问 这个病是不是跟瘟疫有关 就得说 是吗 有这回事吗 我们没有做测试 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疫情呢 局长还强调 不要承认 谁承认谁负责 退休奖金 反正是给你挂钩 实在不行就精神病院见 就是这样 这是全国性的行动 所有资料都不能留 纸质都不能留 电脑也不能留 打疫苗的记录要删除 核酸检测的记录 和整个抗疫过程中 政府一些出洋项的东西 全部要销毁 刘医生是会诊医生 两科主任 刘医生说 疫情非常严重 中共当局严密监控 现在所有医院 接触疫情患者的医生 都被监视 各科医室不能串门 我们会诊大夫 不能随便上病房 病房是由一般医生去 刘医生说 别的医院根本不让去 我们就是两个县 一头是医院 一头是家 你到家时 那个政府官员 人大过正邪的 就在你家跟前 往车里一坐 你出去走 不行 大夫都被看着 你说我想上超市买点东西 那后面都跟着人 都跟俩警察 和一个政府工作人员 三个人看着你 刘医生说 以前我们能开车 现在车也不能开 骑自行车都管着 电动车更不行 你得走着去走着回来 要不的话 监控不了你不行 就是对我们非常非常的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严 而且每天我们离开办公室之后 他们都会进入医院检查 骗骗指 都不要有关于疫情的一点点痕迹 看得非常紧 像疯了一样 刘医生还说 以前有些会我还会主持 现在有些会都不让参加 上班只能在我的办公室 和诊室待着 其他地方不让走 就这么严 走廊里有国保警察 政府官员 有巡回的 有穿警服不穿警服的 流动监察 搞得很严 大陆医院都这么严吗 刘医生说 应该每个医院都这么严 不可能单独对一个医院这样 就说上面已经是 怎么说呢 像疯了似的 就连那个国保大队队长都被收拾了 不知原因 不少人都挨拽了 刘医生说 开会上级以来 有啥不好事 他不是跟你这么好好说话 而是张嘴骂 所以不正常 像疯了似的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了 中共呢 极力阻止民间透露疫情凶猛的真相 大际上级记者查询发现 仅从3月28日至4月2日至6天 就有多名中共院士将军教授 官员院长 作家突发疾病趋势 他们基本都是中共党员 而且生前亲近中共 追随中共 中共每天都在宣传什么防灾 抗灾 减灾 其实真正的大灾正是这个政党带来的 大家知道 中共篡城以来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至今仍在迫害善良的中国人 血债累累 善恶有报是天理 疫情针对共产党 中共政权行将解体 所有为中共站台者都将成为邪党的殉葬品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尽快脱离中共党团队组织才是自军之道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